嗨大家好,我是泡泡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交社保了 尤其是很多年轻人 尽管交社保的好处非常多 可以说是我们国家一项最基本的非常好的保障 但是很多人就是不想应好找 为什么呢? 具体有这么六个原因 其实也挺值得理解的 第一,延迟退休导致大家对未来都心存疑惑 这些年总是会看到延迟退休的新闻 他们在媒体上屡见不鲜 相比现在,女性至少要延迟十年以上 而男人则至少延迟五年以上 在这样的预期之下 很多人对交社保还是心存疑惑的 害怕自己交了这么多钱 最后享受不了多少年 在费用这么高 还要交那么多年的情况之下 很多人就胆怯了 第二,收入低 觉得缴社保费用太贵了 现在的生活压力这么大 无论是房价和白菜价都越来越贵了 然而大家的工资水平 却并没有跟上物价上涨的速度 很多年轻人每个月的收入 除了吃饭租房之外 所剩无几了 如果再缴纳社保 相当于一个月 工资的11%都要交上去 那自己的可支配收入就更少了 这个还仅仅是针对企业职工 对一些农民和灵活就业人员 因为他们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全额缴纳社保的话 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第三,养老金亏空的新闻 总是出现 让人看不到希望 与延迟退休预期一样的是 我们经常在新闻报道当中看到 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养老金又亏空了 而现在的养老金来源于当前缴纳社保的人员 在人口越来越少 以后讲到社保人数越来越少的情况下 到我们年轻一代退休的时候 到时候养老金亏空的将会更多 当然这个只是一种假设 不得而知 在看不到希望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社保是不对我们自己没有用了 第四,社保缴费时间长容易断缴 目前来说 社保需要缴满15年才能在退休之后 享受终身养老金的待遇 一个人的职业生涯15年并不短 除非你是公务员铁饭碗 否则你基本不可能在一个单位单一辈子 年轻人换工作的频率就更高了 而社保转接的手续比较多 所以往往容易发生断缴 一旦发生断缴就前功尽弃了 以前还可以补缴 但现在貌似不能补缴了 即便你断缴之后重新续上 但人要享受一些政策还是很麻烦的 第五,退休养老金存在差距 社保很多人都缴 但并非人人都能得到一样的养老金待遇 其中城乡差距 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的差距依然存在 同样的功利 有的人可能有好几千的养老金 有些人可能只有几百 所以大家的心里越来越不平衡了 所以索性就不缴纳社保了 第六,现在的人活在当下不看未来 很多人觉得未来有很多不可预知性 活在当下最重要 钱现在都不够花 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开销 哪里还顾得过来呀 哪里还顾得上未来呢 缴纳社保只会影响我现在的生活质量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顺其自然吧 交了这么多年 等我退休的时候 还不知道能活几年呢 能领到手里的钱 不知道能不能回本 甚至很多人担心自己能不能活到退休 好,以上就盘点了 现在的年轻人 为什么越来不愿意交社保的六个原因 但无论如何 社保绝对是我们这辈子 非常值得购买的保险 相信随着人们意识的提高 缴纳社保的人会越来越多 我不知道你们都买社保了吗 你们愿不愿意一直交社保呢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欢迎点赞关注 拜拜